新月幸福乐 你是宇宙万有下唯一的唯一 也只有你才被赋予追求人生课题的能力 你劝缺的只是练习 欢迎你来到新月幸福乐来练习 好亲爱的朋友又在空中跟大家见面 很开心的跟大家要介绍一本书 叫做当下即自有 然后是大好书出版社出的一本非常好的书 因为这个作者在很多年前 有出了几本包含踏上心灵的幽路 我觉得这本书真的是很经典 然后我们今天也很开心的邀请到一路 来跟听我打个道路吧 嗨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依如 那我有另外一名字叫桑吉他 那就是大家好 嗯好 对我们来跟大家介绍这本书 然后要不要先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为什么要跟大家介绍这本书呢 这本书就像是刚才新老师讲的 作者杰克康菲尔德呢 他是一个很知名的一个产修老师 然后他也出过非常多本很畅销的知名的书 那相信各位听众朋友可能有听过的 就是这一本上的心灵幽静 这本书是很多人 就是在接触禅修或者是静心冥想的时候 几乎是人手一本的书 对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杰克康菲尔德的最新的新书 那原文版呢是在2017年出的 那大好书局呢非常厉害 就是花了一年就把它翻译出来 然后希望就是华文的读者也可以 即时的就是接收这个大师的著作 那这本书呢 我觉得必推必看的原因呢 当然就是他是杰克康菲尔德所出的书 那如果说要我推荐这一生 我们一定要看过的十本的正念的书呢 我觉得杰克康菲尔德老师的书呢 是其中一本 因为呢他本身呢 是拥有四十多年的教学禅修的经验之外呢 他本身是临床心理学的博士 也就是说我们在看这些书的时候呢 他往往会在很多佛教的核心的要义呢 提出心理学的脉络 让我们能够就是很自然的去吸收到 现代的观点跟古老的禅修的观点 那同时呢在每一个篇章 他都会提出静心的或者是正念的练习 让我们能够从很感觉好像是这些道理 好像很没有办法落实 但是到最后面呢 却看到因为他是大师级的人物 所以他也会提出一些很贴近日常 我们可以练习的一些 可以做的一些小练习 所以相当推荐给大家 就是大家可以知道禅修的要义 然后同时也可以做到日常的一些正念的练习 好 没错 因为你知道吗 当初我在看他就是《踏上心灵幽静》这本书 我觉得既然会有这种禅修 不知道应该是怎么讲 就是可以把文字写的这么优美 包含这一本来讲 就是说它是会有一种 就是在叙述上会有很多例子 然后案例 并且把这一些比如说我们很难易懂的 比如说怎么正念啊 怎么去修行的这种东西 他讲得非常非常的 让你可以很快的进入到那个状态 所以要不要跟听众讲一下 他还有什么一些独特不可取代的价值呢 我觉得他 他很难得的就是 一般来讲 就是我们看禅修老师 都会觉得他们是很高高在上 或者是应该都已经就是修炼到成仙的状态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我在这本《当下集自由》这本书呢 我就好几个篇章都看到 他举出自己亲身经验的一些黑暗面 比方说他有提到他的爸爸 是一个很容易生气 然后的人 那他就告诉自己说 我绝对不要成为那样子的人了 那没有想到就是说有一天呢 他就勃然大怒 然后呢 他就看到自己活生生的黑暗面的呈现 就像他爸爸一样 他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呢 那这个就让我觉得连大师都有黑暗面了 那看完之后就觉得 那其实真的所谓杰克康菲尔的讲的这些很精髓的东西 真的就是在当下 那后来呢 他就讲到说 虽然他也是练习就是禅修打坐也很多年 但是他依然会遇到这种以前的这些伤痛再次的浮现 那他能够去运用的依然是正念所教的 如实如是的去与这些伤痛 或者是看到自己也有这样子的黑暗面 然后试着去接纳 那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很少有 我们觉得是大师级的人物 可以把自己这么黑暗的 或者是这么真实的一面谈露给大家 那另外一个他这本书最独特不可或缺的 就像是一星老师刚才讲 我们在每一个篇章几乎都会有小故事 然后那个小故事根本就是每一页都有一个篇章 那整本书三百多页 几乎都有三百多个举例的例子 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在阅读这本书呢 它其实就有一种文字上就有一种静心的冥想的品质 也就是说我们念了可能一小段 我们就觉得就是好像身心灵都得到这种进化 还有享受的感受 我觉得很多禅修老师他可以把道理写出来 但是他很难把自己的个人经验分享出来 以及他也很难用一种很优美的文字呈现 但是杰克康菲尔德他是非常很难得 他又可以很浅显的文字 然后又可以很优美的文字 然后又可以举出亲身的例子 然后又搭配非常多的故事 那这些书的特质都不是一般的作者可以达到的境界 没错 所以在这本书它的题目是当下集自由 那真的读案以后就能自由了吗 真的其实自己拿到这本书 看到了书名 其实我也有这样的困惑 但是就像刚才讲的 这本书在阅读上 它有静心冥想的品质 那我们现在我们也都知道说 当我们一个人在静心冥想的状态呢 头脑的脑波会呈现一个阿法波的状态 那当我们常常去练习静心的时候呢 我们让自己的脑波常呈现一种阿法波状态 我们能够把这样子的静心的时间带到我们的生活中 也就是说可能平常常常很阿扎 但是当我们静心冥想的练习多了 这个阿扎的时间也会变短 那我们体验到宁静自由的品质的时间也会变长 也就是说在阅读这本书呢 其实就是相当于我们是在做一个阅读进行 所以呢 相信读者念完这本书呢 也会感受到说自己的这个脑波常常呈现阿法波 那相信也可以把这样的品质 就是渗透到生活中 另外呢 当下集自由 其实他书中他很有架构的 举出那什么是自由 那自由的障碍是什么 我们要如何落实自由 也就是说跟着作者 他非常有架构的解释 跟练习 那相信大家也可以 获得当下集自由的这样子的力量 那姨鲁你的意思就是 这本好像是新 就是俗称的佛经或是新经 然后每天去读它就好像在静心 然后静心以后 读了以后 就是我们的身心就会得到一种 那种我们讲的那个正念的平衡感 这样子吗 一方面是这样子没有错 那另外一方面呢 比较深入一点呢 就是这本书的书名 就是当下集自由 我们要去练习这个当下集自由 我自己在看这本书 其实我也观察到 为什么杰克·康菲尔的 他要把这一个点再拉出来 跟全世界的读者分享的原因是 我也观察到我的学生 或者是我观察到很多身心灵的 练习的朋友们 他们在接触身心灵 或者是练习正念的时候呢 往往会有一个非常大的迷思 就是说 觉得自己一定要练习 到了苦修难修 或者是一定要练习到某个程度 他才能够解脱 才能够自由 但是事实上呢 开悟或自由 它是从我们每一个当下的 小开悟小自由 而去累积而来的 那作者特别 就是在第一页就提到 就是说 很多人为了要去追寻自由 其实往往忘了 其实当下我们就可以 获得自由的美好 所以我觉得 他在这本书 其实想要告诉 很多正念练习的朋友们 或是身心灵的朋友们 就是 如果说我们透过转念 或是透过一个呼吸 或者是透过一个身体的觉察 或是情绪的觉察 我发现我不在一个 对的轨道上 那我可以重新去做一个选择 其实我们当下 就可以重获自由 我不需要 一定要去某个寺庙 或是我不需要去 做一个很外在的事情 我只要把这个箭头 转回到自己的内在 去看看自己现在发生什么事情 那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获得当下 即自由的这一个力量 我觉得也有讲的非常的好 所以我这边简单的举书中有一个蛮好的 那个静心的例子 他就在教说你怎么去让自己对对待恐惧 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发生的时候 你该怎么办呢 书中他就教你说 你可以把这个恐惧或是这个感受贴个名字 就比如说害怕 对不对 或是挫折 或是受伤 当你去贴了这个名称的椅子 就好像你已经意会到说 你体会到自己的感受 然后当你可以去体验到这个感受的时候 你的这边在谈的一个状态就是说 你好像会在跟随了我们身体 体会到我们困难的地方 然后你也开始会去面对这样的心情 怎么去对待它 然后你知道吗 这个神奇的状态它就会产生了 你就不再会有那种害怕害怕了 我觉得这个自由就是很棒 他就说你只要把这个感受 贴一个名称就好了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看我能不能自由 其实这个简单的进心 大概你就可以非常的自由 那个一路有没有要补充的呢 这个故事我也有看到 我也觉得就是 往往我们面临到的这些恐惧 有可能它是一个挑战 有可能它是一个困难 但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恐惧 其实比真的 它的真实的样子 其实我们幻想的是更大的 但是当我们可以把它具象化 或是贴上名字 或是可以把它直接念出来 恐惧恐惧 其实我看到这一个例子的时候 我也觉得哇 好惊艳 就觉得原来其实可以就是这么简单的 就是直接把恐惧讲出来 其实那个恐惧它就不存在了 我觉得是很聪明的一个练习 自由其实就这么简单 那可不可以请那个 因为宜如老师是我们正念与减压的 专业的师资嘛 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谈一下 就是正念老师怎么 或是正念的学生怎么去落实 这本书的一些事情呢 我觉得在书中 他有提到20个正念的练习 如果说我们本身已经是在教正念的老师 或者是我们本身是练习正念的学生 这20个练习呢 它是非常落地的 然后也是我们可以轻松的练习的方向 那如果说本身是练习的初学者 那我觉得有一个我自己的小方法 就是我会拿一个录音机 就是照着它上面写的这些字 我会先把它录下来 然后呢 练习的时候呢 再播放那个录音档 然后来练习 因为我发现如果是正念的初学者 或者是进行冥想的初学者 要看着书 然后去冥想那个状态 我觉得是有点困难的 那我自己的一个小技巧 就是如果书中的练习 它是跟冥想有关 或者是说它是需要 就是引导的话 那就是先把这些引导词 把它录音录下来 然后再播放这个自己录下来的音档 那我觉得这样的练习是更立体的 然后也会让自己感觉到是更真实的 所以如果说是正念的老师 或者是正念的学生 我觉得是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练习 那书中有没有什么特别 让那个桑尼塔非常感动的呢 我觉得他书中 其实有非常多 让我觉得很感动的故事 那其中 因为我刚好有在监狱带过 就是正念的团体 那在书中 其实他也提到蛮多跟 就是兽行人有关的一些故事 那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就是有一个 在比较后面篇上 有一个禅修的老师 然后呢 他很想要把正念带到 就是监狱里面 然后呢 然后呢 他就进到监狱要去教课了 然后他是满怀着这个热血 然后想要去分享 然后没有想到来上课的只有一个学生 那他就看到说 什么 我在满腔热血 结果只有一个学生 然后呢 很特别的 他就问那个学生说 你觉得你有什么是很厉害的 你可以跟我分享 然后那个学生就跟他讲说 他好像是伊斯兰教还是什么的 他就说 我教你伊斯兰教怎么样 敬拜阿拉拉 那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学这个仪式 然后这个正念老师说 哇 好棒哦 我来这里还可以学到别的东西 真的太好了 那你可以教我嘛 然后这个学生呢 他就教他 怎么样敬拜 然后结束之后呢 这个学生就告诉他说 嗯 你的正念课是可以学的 我们一直以为正念课是佛教的 没有想到其实你是很贴近大家的生活 然后是很同理学生的 然后呢 他下一班呢 他就跟里面的同学就说 啊 大家可以来上课 这个老师非常的好 非常棒 那我觉得 里面这个故事 他就在讲到同理 还有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去 就是放掉本位主义 然后放掉自己的原本的观点 那我看到的时候 我觉得好惊艳哦 就是 杰克康菲尔的 他可以用这样子的例子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监狱的 老师去的例子都是 啊 学生获得了什么啊 学生怎么样 但是很少可以看到说 哎 其实 有这样子的放掉本位主义 其实对学生来讲 他就是一个正念的教导 然后学生也看到就是说 哦 原来正念他不是佛教的 他是关于我怎么样放掉 我自己的原本的自我 自我的这个观点 所以我看到这个例子是觉得 很让人家觉得感动的 嗯 是 对啊 因为因为我觉得说 这样的一个落实 不只是在我们讲的 行而上的 好像只是在讲说 哎我们都要正念 然后什么样事情呢 要用 用比较客观的态度去看 但是有时候常常因为 情绪来了嘛 对不对 客观他就不见了 对 对所以什么行而上 什么都没有 我就是要生气 对不对 好或怎么样 所以所以我在想说 现在的人真的是 可以好好的静下心来 或是利用一些时间 小片刻来来研读这本 当下集自由 然后最后那个 Sunny台有没有什么东西 跟大家建议呢 用我们的时间剩一分钟 我建议大家 就是如果买到这本书 每天在看的时候呢 就是可以就是在早上 或是前天晚上 先读一小段 然后呢 那一段呢 他其实就会有练习的重点 比方说自由是什么 比方说原类 那然后呢 隔一天呢 就把他书上所写的 这些要义呢 带到生活中 带到这一天去练习 接着呢 晚上回到家里呢 再把你所练习的 写在这本书旁边 空白的地方 那这个呢 是我在阅读这本书 我会去做的练习 那另外呢 很多朋友对于就是要看 这样子就是很有深度的书 感觉到有困难 那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呢 就是如果你这是你第一本 看的正念的书呢 或许你会觉得有一点点难度 那是没有关系的 那把这本书呢 就放在你的包包里 当你在坐车啊 大家在滑手机的时候呢 你就是开始做正念的 静心的阅读 那还有就是 在给自己一段时间 就是这一个礼拜 我就是看这本书 那其他的新的书 我就先放在一旁 那我的做法就是 我会在一个礼拜 或是两个礼拜内呢 我会看完这本书的 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 那基本上只要有看完 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书 其实后面一定看得完 但是如果说我只有 就是很赶的时间 我可能只看了一两页 其实很容易就 就会摆在一旁 不会看完 所以我 就是提供我的小技巧 就是一个礼拜内 告诉自己 我一定会看完三分之一 然后就是把这本书 就放在包包 然后每一天呢 读一小段 然后练习一小段 那相信大家呢 就会用正念开启 2019年的每一天 谢谢 非常的好 这本书是当下极致 有大好书屋的出版社出的好书 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